百位员工首武足道 这是鸿海印度子公司 现在传出鸿海将投入进新台币500亿元 扩建印度厂房 法人推测是要扩增iPhone产能 因为传出2024下半年 苹果将在印度展开iPhone17的设计 研发市产流程 这将是iPhone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做NPI 印度将成为全球另一个iPhone生产重镇 目标的话目前据说是提前了一年 而且就是说要在2024年的时候 苹果的iPhone的手机在印度生产的比重 将会高达25% 产能将会在2024年倍增一倍 鸿海就势必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感的过产 才能够符合苹果所要求的一个出货的目标 因为这个退选我相信让鸿海让富士康 让苹果都松了一口气 意识到在中国的产能所受到的政策上面的一个牵制 连鸿海董事长刘洋伟都担心地缘政治导致成本上升 不想被中美科技站牵制 鸿海出走看准印度人孔数正式超越中国 年轻劳动力多庞大消费市场 加上经济基期相对低劳力比较便宜 政府招商引责力多让鸿海逐渐转移据点 第一个总性制度的问题 第二个是基础建设 水电相关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问题 部分的产线 由所谓的中国大陆 慢慢的移到了印度去 在中东欧 甚至乃至于东协 都会是他们未来的一个 全球布局的重要的目标 因为除了iPhone手机之外的话 鸿海也会锁定未来在印度电动车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代工的市场 鸿海印度代表李嘉恩日前也表示 明年此时鸿海在印度的雇佣 外人直接投资和业务规模 都将再增加一倍 要在经济萎靡国际政治角力下 找到最佳的成长动力 欢迎新闻张翔与本飞台北报道 科技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